练习用电子战网络战的方式来打美国的航空母舰 必定是解放军每天的必修课 韩国的国防部长金太龙最近说 朝鲜造出了小型核弹 朝鲜的核聚变实验也在研制当中 韩国最新的新东南约翰披露说 由于多个朝鲜的导弹和核子试验基地 距离三百线超过三百公里 韩国的弹道导弹射程要达到五百五十到一千五百公里 才可以有效打击朝鲜这些核设施 而韩国发展弹道导弹是受限的 但对发展巡航导弹就不限 今年韩国就正式宣布完成了射程一千五百公里的 韩国的巡武三系型巡航导弹的实战部署 北京高度关注韩国延产一千五百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 中国大陆的军事刊物质疑 韩国在四年之内取得了鱼远程导弹的重大发展 是美国在背后的秘密支持 香港的军事困难指出 韩国军方已经拥有和部署了一千五百公里射程的导弹 不但可以完全的覆盖和攻击朝鲜 还可以打到中国东北的长春 华北的北京太原 东南沿海的青岛上海 南京福州 华中的武汉 华南的汕头 台湾全境 对于中国的目标 韩国拥有了精准的攻击能力 中国不可不防 好 这一报提到韩国发展这种远端导弹 对于中国来说是新的威胁 我们让马先生来劝点一下 马先生怎么看韩国这个所谓中程的远端导弹 可以打到中国大部分的地方 我早就说了朝鲜乱射导弹没有好处 这韩国现在呢就有这个借口了 我们看看这五百公里 一千公里 一千五百公里 什么概念 看看这个图啊 首先这个韩国呢 他要打朝鲜的话呢 打朝鲜五百公里那是足够的了 五百公里都能打到中国沈阳了 但是如果是一千公里能打到北京了 一千五百公里不得了 那整个这个华东 甚至华南一些地方都能打到了 我们知道中国离朝北朝南朝鲜很近的 沈阳像这个吉林这些东北的地方 像这个天津北京这个太原这些地方 像这个青岛这个济南 像这个上海南京杭州 甚至是武汉 甚至是厦门 甚至是广东的汕头 都在他一千五百公里的那个覆盖之内 这个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么北京有的军事专家就说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一般的这个国家研制这个巡航导弹 不像研制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容易 把这个距离就突上去了 很多一流的国家研制这个巡航导弹 从五百公里到一千公里到一千五百公里呢 是要有十年的过程的 那么韩国他首先这个是仿制美国的这个反舰导弹 鱼叉一百八十公里的航程 然后燃展延展到三百公里 再延展到五百公里已经是了不起了 所以这怀疑第一个 是不是美国给了他这个技术 才能够一措而就 第二个是怀疑韩国这个说的准确度达到一米两米 这完全胡说八道 因为在这个历次的实战当中 像美国那个战斧导弹那么厉害 也只是三米的精确度 而且还要有地面的指引 那么韩国如果是这个打北朝鲜地面指引 有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朝鲜这个族人 所以比较容易 你要打中国 他第一个不可能潜入到中国 第二个呢 他不可能获得这个长城雷达和卫星这种 对中国一个地形匹配 还有美国那个GPS也不可能把这个最精确的 就是到这个米级的水平给韩国 所以就一个是韩国吹牛 第二个是美国是纵容韩 纵容对韩国来威胁中国 所以中国确实不得不防 好 这马先签点呢 提到韩国最新的所谓巡航导弹 而且呢这种导弹 韩国说已经在相关的部队啊 已经服役 已经部署了 中国要关注 留意另外一个消息啊 本周呢 美国是高调与澳洲展开 新的这个军事合作 而且强调呢 有新的设施 重点针对就是中国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美国与澳大利亚协商强化军事合作 美澳两国的防场联合会议 签订基地协议 让美军的舰船和战机 可以长期使用 澳大利亚的军事设施 加强联合的军事演技 以维持亚太区域内的战略优势 共同应对中国军力的崛起 美军在东亚的部首 长期是重北清南 重北就是日美日韩的铁三角 来封堵苏俄和中国 而如今 美国为了更加防范中国为主 要兵临领海争议平生的南中国海 美军要击中澳大利亚的地缘优势 以便重兵大量的设施 放在南中国海以南 美国与澳大利亚近期举行的 联合的军事演技探讨 导弹防御的计划 以及资讯战和电子战的问题 重点针对中国大陆解放军 美澳军售十年来增加了八倍 另外美军的亚洲情报中心 以从香港转移到澳大利亚 重点来收集和监听 中国大陆的军事讯号和解放军的情报 另据美国太空站网站的报道 美国准备在澳大利亚西部 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 对付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的导弹发射 加上美国在墨尔本的电子侦察基地 在南部 美国建有大型的太空通讯站 西部建有一座美国海军的通讯站 都是美军在亚太重要的信号侦察和收集基地 07年 美军已经在澳大利亚的PASS 建立了信号的侦收站 而美军表明 对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讯号的征听 是全方位的 当中的重点 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二炮部队导弹的 遗防发射和指令的讯号 美国说 监听讯号方面 澳大利亚占有地缘的优势 报道还说 由于中国大陆的远程导弹的发展迅速 部署在东亚一线的美国的监听的基地 受到了威胁 美军继续强化 在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二线的监听的基地 相当军事不断之处 美军的B2引擎轰炸机和攻击性的核潜艇 长驻在澳大利亚 作战半径已经覆盖到中国大陆的沿海 对中国是危险 可以减轻中国大陆导弹 可能发射的时候对美国的危险 美国近期加紧围堵中国 除了北面依靠日本韩国以外 特别是鼓励日本不断的挑衅中国以外 现在以澳大利亚作为南美 来配合美军的围堵政策 企图强化对于中国大陆海军 南中国海出海口的堵截 临续日本新闻网报道 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与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 日本希望与澳大利亚形成南北呼应 打造太平安海域 以美军航空母线为主体的联合军事体系 分享对于中国的军事侦察情报 整合从日本到澳大利亚海底的水底声纳数据搜寻链条 共同防毒解放军的潜艇进出大洋 而日本自卫队已经决定要采购40架 具有隐形的超音速攻击性能的新型的F-35战机 好 片段看到美国在中国周边最新的军事动作 这次有澳大利亚作为新的主角 我们连接一下我们驻澳大利亚的记者杨海英 看看澳洲到底有什么新的动作 海英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当地了解的最新的军事的动向和情况 到底对中国来说美澳有什么新的联手的威胁 美国在澳大利亚已有位于中部的Punk Gate 叫松联 就松霞联合空间防御研究所 也就是个电子间谍侦察基地 那么澳大利亚的南部的乌迈拉太空通讯站 和澳大利亚西部霍尔特海军还有个通讯站 他们都是美军在亚太的重要的信号侦察基地 那么能保证美国核潜艇的通讯 并可以监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并可以监视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发射 那么2007年美国又开始在西澳大利亚 这个州的首府叫珀斯以北 这个约370公里处的这个地方叫基拉尔顿 那么开始建立一个新的通信卫星传送中继基地 它是以提升中东和亚太美军行动的数据和情报 共享的这个能力 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太空能力的 太空领域的这个力量的迅速的发展 以及未来战争对战争的控制和制衡 是在太空上的这个理念 不见硝烟的国际太空争霸战已经开始了 那美国拟定了一个8.6亿的太空监视计划 那么澳大利亚在这个锋芒毕露的太空冷战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那么就是说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始在澳大利亚西部 埃克斯卯斯这个地方 建立一个太空监测跟踪战 那么这个战同时还会具有太空打击能力 那么在地面上来说 当前澳美两国已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了 两个联合的军事训练和这个远征部队的基地 那么其中呢在澳北部的布拉德肖的军事基地内呢 建有可供大型C1C17这个军事运输机和B2隐形战略轰炸机的起降跑道 这是十分关键 这样可以分散美国关岛所面临的这些压力 澳洲除了是这个软杀伤的一个基地之外呢 还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硬基地 一个是航母 一个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 一个是核潜艇 在这个澳洲都有几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它的那个作战半径是完全覆盖中国东南部 主要是建置南中国海 好 两位分析到了 最新的美国跟澳洲最新的军事合作 不要看美国说什么 关键是要看美国做了什么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联通日本还有台湾高调在台湾展开了第22届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研讨会 有最新的内幕 看一个片段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交系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正在考虑要重新调整美军全球的兵力部署 重点是加强亚洲的驻军 由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安全环境日益重要 而美国也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外交和解放军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 美军要重新评估在亚洲的战略作用 增加美军在亚洲的驻军主要应对中国 允许台湾中国时报消息 刚刚过去的10月份一批美国的战略学者来到台湾 参加台湾主办的第22届中国大陆解放军国际学术研讨会 美国军方的战略学家生动地描述解放军目前的快速发展 让美国与周边国家不亦掌握而相当的忧虑 美国与台湾都要以不对称的思维来因应中国大陆解放军战斗力的提升新的变局 台湾的军方和官方每年都会由美国主导在台湾主办对于解放军最新策略的研讨会 周边的相关国家像日本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等国家都会派出相关的军事学者参与 而这次刚刚结束的对解放军的研讨会是由台湾的军方高级智库 联同美国智库栏的公司卡内西合并基金会 还有美国的国防大学共同主办 主题是中共的空军概念演进角色和作战能力 对解放军的研讨会上美国的学者说 解放军正以不对称的思路抵消美军的装备先进的优势 而美国建军惯用的对称的思维 常年隶俗与美军丰富的资源 包括美军军事的高科技和庞大的军费 美军设计指出 美军要对中国大陆解放军持续保持优势的关键 就在于要研究解放军 掌握最新最准的解放军的情报 并且要连同日本 韩国 台湾等相关的军队 与美军重要的军事伙伴互相配合 共同来征搜大陆解放军最新的情报 分享对中国大陆军队的研究 而在今年这场由台湾主办的 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国际研讨会上 有学者甚至提出来 除了定期要交换和分享 研究中国大陆解放军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情报以外 区内的军队 特别是美国 韩国 日本 台湾等相关的军队 可能要在一定的时机 一定地点 一定规模之内 与中国大陆解放军进行适当的碰撞和接触 以便更加直接地了解解放军目前最新最真实的战斗力和装备力 好 看到是台湾刚刚结束的解放军研讨会 稍后回来请到参与这次会议的 台湾的军事观察阳和香港一起分析一下 到底对解放军有什么最新的评估